花小春摄影比賽在停辦了五年之後 曼城花蓮的店家們希望可以趁著現在 疫情趨緩產業即將重新復出之際 來推出花小巷摄影比賽 希望可以號召國內外遊客到花蓮來 在小巷弄裡頭拍照 尋找花蓮的祕境還有特色小店 並且透過文字和手繪地圖來述說 收件日10到6月20號 歡迎大家一起來用相機發現花蓮之美 13年前曾經連續舉辦多屆的 曼城花蓮花小春摄影比賽 是找尋花蓮特色人文景觀的另一種有趣方式 中間停辦了五年之久 最近曼城花蓮的店家們 想趁著肺炎疫情趨緩 產業即將重新復甦之際 再度舉辦摄影比賽 以花小巷假如我是一隻貓為角度 號召國內外旅客帶著相機 來到花蓮的巷弄之間 發現不一樣的花蓮之美 意見花小巷就是我們這些小店們 自己辦的完全自己輸錢輸力 是在一種疫情襲擊全世界的一個情況之下 那我們要自救自人自救救人 希望用自己的力量來辦這樣一個 攝影比賽能夠吸引外地的人來巡訪花蓮 除了大山大海之外的一個小巷 帶著相機把他有感受的人事物拍下來 然後借這樣的一個照片傳播到全台灣 甚至於全世界讓他們看到花蓮有這麼樣美好的一個小巷 然後大家希望觀望客都能夠進到花蓮來 花小村當年就是我們曼城在十二三年前開始辦 辦了七年 然後我們這些的精神基本上延續花小村的精神 但是我們有一些新的東西 我們除了說一張照片之外 一百字的文字之外 另外還有一個小小的地圖 你這個地方你要用自己的方法去畫一張小地圖 讓人家知道說這個點是在哪裡 哪一個小象征 這樣子他可以別人看了 就是可以跟著尋找這一家這個小巷的地圖 曼城花蓮表示 這不是一個專業的攝影或者是作文比賽 而是希望透過旅行 用相機捕捉花蓮小巷弄裡的春天 收件日期到6月20號 第一屆曼城花蓮花小巷的攝影比賽 所有的攝影辦法都在 粉絲專業曼城花蓮可以看得到 這次參加的比賽到6月20以前都是收件日期 每一個參賽者都可以提供一張照片 一個手繪地圖跟100個字的文字介紹說明 那接下來到6月20號之後 我們就會在臉書上面開放給所有的人投票票選 讓更多人認識花蓮不再只是大山大水 還是小巷子美好的相貌 想參加花小巷攝影比賽的民眾可以上 花蓮曼城2.0臉書來下載報名簡章 這裡會幻視報道 多次進行 打擮 可 我們先到一陣子的網絡 我們先到一陣子的網絡 我們先到一陣子的網絡